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4月11号 我们继续关注中美贸易战 中方在不断的出招 美方也在不断的还击 中方扬言要进行货币战 要使人民币贬值 要抛售美债 美方表示如果进行货币战的话 那马上要进行激烈的强烈的反应 中方而且还要派刘鹤王岐山 要到华府来进行谈判 另外中方也在南海 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习近平有可能正在进行检阅军演 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 就这几个问题展开叙述和评论 但是首先我们要谈一谈 纽约时报最近采访了 川普的前首席国师班农 班农虽然从白棍给出来了 而且跟川普的关系也搞坏了 但是我们知道班农是一个思想心的 运动精神领袖人物 就像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 但是她的这个精神领袖的位置还是存在 尤其现在中美贸易战打得这么激烈 正好就是她2016年所主张的那一切 所以纽约时报再次的采访她 首先班农娜在这个采访里特别强调 中美之战是两个体制在全球的对抗 它已经上升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高度 就是这个民主制度和这种中共专制制度 或者在她眼里就是专制加上个重商主义 构结起来的这种修正主义和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之间的一个对抗 所以班农呢 她不愧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大师啊 她总是要上升的一个思想的警戒 她这种分析也是非常的精辟 另外班农也特别为这个川普呢 加油 她认为川普现在遇到很多的压力 一个呢 就是这个共和党内的这些建制派 都已经成了跟他对抗的 这些建制派呢 都认为呢 不能再打这个贸易战了 像这个今天我们知道啊 美国众议院的这个议长 Paul Run 这个人呢 是这个共和党的在议会里面职位最高的人 但是他今天呢 就说11月份他再不会连任 这个消息呢 对共和党对川普来说呢 不是个好消息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个不连任呢 实际上跟这个对川普的贸易战不怎么支持啊 也是有关系的 班农也指出几个金主啊 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一个老板 是那样有好几个赌场老板呢 也都是共和党的金主啊 这些金主们呢 对这个川普这样打下去 中美贸易战呢 都是有意见的 但是呢 班农就讲了 这个苦日子是很要过几天的 但是呢 苦日子过了之后就有好日子 而且他相信川普一定会坚持到底 一定会兑现2016年竞选式的诺言 虽然华尔街有压力 虽然他党内有压力 虽然呢 美国的农民会受到一些损失 这个消费者呢 也感到这个产品价格上涨了 但是对美国的制造业工业 对中产阶级还是有利的 所以班农呢 坚信这个贸易战对美国是非常有利 而且班农指出了 就是说这个除了贸易战之外 南海的这种斗争呢 更加的剧烈 比他想象的呢 可能更早时间的会来到 就是南海的军事冲突 他说他在2016年估计5到10年之内 军美之间在南中国海肯定必有一战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呢就加剧了 所以班农呢 认为就是说这个南海的战争呢 可能比这个关税贸易战 还要更加早的来 反正中美之间呢 不惜一战 不会避免一场大战 因为这是两个民主和专制的 体制在全球的一个对抗 班农的这种铁钢系领事的采访 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思想领袖的分采和地位 那我们具体来看呢 最近呢 彭博士报道 中国呢 想是人民币贬值 这样贬值了之后呢 它的出口呢 就会不是增加了吗 你美国事情灌税的话 那我人民币贬值呢 我还会继续的保持这个出口的势头吗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 这个他的贸易顾问 川普的贸易顾问呢 最近介绍采访的时候就说 如果中国政府 他操纵汇率是人民币贬值的话 美国政府将会做出强烈的反应 这个强烈的反应呢 可能标志着像川普呢 他马上就说 我再加两千亿 金额的这个关税 商品的目录 有可能是这种反应 但是这样很多人 也知道就是中国呢 让人民币贬值 对他自己也不利 一个是呢 我们知道他 人民币贬值之后 他本身就有了操纵汇率的这种嫌疑了 美国政府最忌讳的 就是他操纵货币汇率 这样的话 美国政府包括欧洲呢 对他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关税的惩罚 那是有可能的 这一个是人民币贬值之后呢 他的外汇的储幣呢 有可能增加 有可能增加之后呢 那跟他的这个国策又不一样 中国呢 现在想减低他的外汇储幣 因为他人民币贬值之后 他美国那边 他可以不进口 不出口 但是他出口到其他国家 他同样的是他的这个外汇储幣增加 这个跟他的战略也不符合 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中国有可能抛售美债 中国是现在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所以这个中国的那些义和团啊 曾经到美国领事馆前面就抗议 就说还钱 美国你还钱还钱 因为你们欠我们的钱 实际上他如果抛售债券的话 美国也损失不大 或者说没有损失 因为美债是现在这个世界上 信用最好的一个政府债券 你肯定能赚钱 而且呢 不会破产 所以呢 你抛售的话 肯定很多国家要接盘 这是确凿无一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对美国也没有伤害 倒是对中国自己呢 也会造成很多的经济的一些空祸 所以呢 他持有美债 不能抛售呢 是他目前的一个死局 他也干不了什么 所以目前的这个贸易战 要上升成一个货币战呢 这个完全是一个空穴来风呢 当然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 这次博欧论坛的时候 中国的央行的行长 伊刚 释放出了一个 比习近平那个三个 四个措施啊 更在实在的 极点 就是对美国的金融业 要进行开放 这个证券呢 银行啊 都可以在中国投资银行 在中国可以在几个月之内 可以设立分行和自行 他把时间表给定出来 但这个时间表也是模糊的啊 是几个月之内 而且呢 一些这个金融呢 证券呢 保险业 外资可以入股啊 而且入股的限制上升到了51% 那就可以说你可以掌握绝对的这个股权呢 这个当然是个进步 但是他的时间表啊 他只说是几个月内 到底是几个月呢 还是成问题的 这是他善意的表示 另外一点呢 就是他出了他的杀手箭 据说这个王岐山要亲自到华府来 王岐山秉称为救活队长 拿了一个问题 他就出现在哪里 北京有SARS他就出现了 现在中美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呢 那这个习弟啊 就要派他 还有刘鹤要来华府 这个事情呢 我们知道是文贵先生给传出来的 他认为就是王岐山的这个皮条客 叫Joyal Santon 约翰 Santon 这个人呢 正在华府筹划 王岐山来华府的事情 Joyal Santon呢 以前是这个 美国的一个很高盛呢 就是很大的这个投资公司 投资集团的老板 现在在清华大学 作为一个客座的教授 实际上就是皮条客 另外他也是美国最有名的 有关中国的一个 布鲁金斯 学会这样一个智库的董事长 这个智库里面 还有一个叫Sondon Sondon中心呢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个中心呢 有个学者叫李成啊 这个李成是非常非常清空的 你看他的美国之音说的话 布鲁金斯学会也是非常清空 他有一次搞一个 中国的基督教的一些情况 请的几个学者呢 都是非常非常清空的 就是我们这些 为家庭教会呼吁的人呢 他肯定是不会请的 布鲁金斯学会呢 干的那些事啊 实际上就是替中国政府啊 在美国进行游说 那约翰斯桑顿这个人呢 在北京干的工作就是皮条客 而且专门就是给这个王岐山拉皮条的 包括上次班农啊 到北京也就是约翰斯桑顿 中间做这个协调人 把班农请到北京跟王岐山见面的 所以他这个人跟王岐山的关系呢 非同一般 可以说是王岐山在美国的一个代理人 而且这个人呢 现在长期在这个北京啊 以这个清华大学科作教授的身份呢 继续在活动 他也跟那个江家 江明恒 江泽民啊 中国的这些权贵们关系也非常的好啊 我发了一个推特有他的这个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王岐山留和要来呢 估计可能会成行 虽然现在还在这个商谈当中 没有确定具体的日子 就是要来救火 但王岐山来呢 我估计呢也作用不大 怎么他在中国能施展 他的救火队长能力在美国呢 他并不一定 而且他来了之后呢 有关他跟海航的丑闻 他在海外的这个私生子 还有他的这个洗钱的那些罪状 还有他这个甚至溜冰啊 这些情况呢 说不定马上就给披露出来 尤其是海航的事情 在这个西方的政界呢 已经传为一个最大的一个 政治家的丑闻啊 还有这个 他的私生子啊 这个事情呢 很多人都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啊 在这种情况下 他到底敢不敢来美国呢 就成为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他如果来美国之后呢 我想呢 就跟我的好朋友 这个赵言说的 他要带领那些访民呢 把他的这个王岐山那些丑事啊 全都要公开出来啊 而且要拦车啊 而且呢 又在法院告他 然后给他直接递这个状纸啊 所以你看王岐山 他敢不敢来美国呢 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 看他如果真的来的话 那么一个很大的 揭露这个王岐山鬼子六 王溜斌的 一个很大的运动呢 可能就在华府纽约一带 就会展开 那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最后呢 我们看到就说 这个中美贸易战 它的背景下面 中国正在展开南海的一个军事演习 我们知道已经开始了 这个好几天了 然后伴随的就是博奥论坛的召开 然后习近平呢 肯定会去这个南海进行检阅 可能要登上这个辽宁舰 所以这次呢 这个最新的一个海事通知 说是4月11到13号 在这个海南岛南部 很大一片海域啊 就是禁止这个渔船 禁止船只的这个航行 这很明显呢 这个习近平要检阅 这个消息现在还没出来 估计明天后天呢 可能就会出来 这个新闻 但是我们看到呢 兵来将党 水来土焰呢 美国对这个 你在南中国海的这种军演呢 他也不在乎 马上进行还击 这次军演是辽宁号 为中心的一个航母战斗群 40多个舰船 还有无数这个飞机 那么美国方面呢 就出登了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罗斯福号呢 是一个核动力舰 上面可以停很多的这个飞机 他在20分钟阵队就有20多架F-18的飞机 飞来飞去 然后美军的军官 菲律宾的军官呢 都在参观他们的演习 所以美军啊 今天在南中国海的演习 就是冲着中国的 这个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来的 而且呢 习近平要登上辽宁号的时候 我想美国他也不会停止军演 所以就说南中国海的这个冲突啊 直接的擦枪走火啊 说不定就像班农 所预言的 可能比这个贸易战 更早的来临 所以我们看到呢 中美之争呢 不可避免 这是两个体制的争斗 体制的一个战争 目前来说几个焦点呢 一个是北韩 北韩呢 现在这个 好像是通过谈判呢 这样一种未来的方式啊 现在好像趋缓 再一个就是台湾 台湾呢 现在美国已经通过 台湾的旅行法 而且呢 前段时间也宣布要给台湾 这个销售这个潜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增强 一下就增强 台湾的这个军力 再一个焦点呢 就是南中国海 中美之战呢 贸易战 也是其中的一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切 就像班农所说的 是两种体制 在全球的一个冲突 我们相信呢 美国方面肯定会 这个 非常的这个重视这个战争 而且会打赢这个战争 当然 最关键的是外地 可以防止 但家贼难防 我们 最担心的是呢 华府这些很多的智库啊 还有所谓的一些 华尔街的这个 类似这个约翰斯 周桑董这样的人 长期在北京的这些人 他最后变成中国政治家的 经纪人皮跳克 然后呢 到底你是代表 美国的利益 还是中国政府的利益 这种家贼是最难防的 这是一个 更大的一个战场 要打赢这个战场 也很不容易 好 我们明天呢 继续来关注 中美贸易战 以及更广范围的 中美之争 好 再见